1949年,新中国主席选举,毛主席差一票,没有全票当选,是谁没投?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硬核王探长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。 愿订阅王叔的朋友,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王叔双击订阅哦。 感谢了,接下来,王叔也会好好努力,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。 1949年,当所有政协会议代表齐聚一堂,期待选举出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主席时,一种紧张而庄重的氛围笼罩着大厅。 在选举过程中,代表们郑重地投下了自己宝贵的一票。 一位负责计票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选票一一清点,并将结果公布给大家。 当所有选票都被计算完成后,一份惊人的结果呈现在大家面前。 毛主席这位崇高而伟大的中国领导者,差一票没有获得全票当选。 当场的工作人员和旁观者纷纷窃窃私语,纷纷感到困惑和疑惑,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? 难道有人没有投票吗?根据后来知情人士透露,没有投票的是张东孙。 孙,为什么他不投给毛主席,是有什么难言之隐,还是另有隐情? 自古以来,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闪耀在人们的视野中。 而其中,少年时期的毛主席就展现了非凡的自学能力,被后来的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毛主席的自学能力可谓是非常强大。 他从康熙字典中查阅各种生辟字,逐字逐句的解读书中的内容,将字典中低解,是和书籍中的知识相结合。 这样的自学方式,使得他能够独立掌握各种书籍的精髓,不再需要他人的点拨和指导。 少年毛泽东的自学能力,引发了人们的赞叹和敬佩。 他不仅在学术上做到了难不倒的地步,更为自己日后的领导才能打下了基础。 他深知,自学乃是一种成就,一种自我超越的方式,为自己赢得了更广阔的未来。 毛主席拥有一个伟大的梦想,救国救民。 从小起,他就明白自己的责任,并且努力地追求知识和智慧。 在他的心中,贫苦大众的命运始终是最重要的。 通过刻苦学习和不懈努力,成功地摆脱了贫困的束缚。 他深深地明白自己来自哪里,以及他需要为什么而奋斗。 正是这种背景,使得毛泽东对改变中国和世界命运充满了强烈的渴望。 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家,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。 他的思想和理念成为了一个基石,为中国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。 毛泽东所代表的思想,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他提倡的农村革命和土地改革,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,使他们摆脱了封建压迫和剥削。 他的思想还激励着中国人民探索一条独立而自主的道路,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。 回望过去,我们不禁想起那个动荡的年代,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每一个角落。 先辈们不畏艰险,奋勇杀敌,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尊重。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,先辈们经历了无尽的苦难。 他们奔波于战场,挖掘防空洞,为了保护生命而不眠不休。 他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,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,但他们坚信只要心中有国就能扛起责任追求正义。 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人民从内外敌人中解放,创造了一个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新时代。 他的声音洪亮而自信,他的决断果断而勇敢,他用自己的信念和勇气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光明的未来。 细细回味这段历史,我们深深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。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书写了中国人民的壮理篇章,他不仅改变了中国,也影响了世界。 1949年9月30日,中南海怀仁堂一件举世主目的大事正在这里隆重举行。 这时,全国大选正在新中国全面展开。 会场内,576位代表们充满着期待和责任感。 他们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志,为构建新中国的未来命运负重前行。 每一张投票都承载着人民对国家发展的希望和期盼。 终于,代表们一一完成投票后,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装满代表们的选票的投票箱护送到后台。 此刻,怀仁堂内弥漫着激动人心的氛围。 正在这时,一位计票人员匆匆穿过人群,焦急地找到周恩来。 他面色黄疾,小声地向周恩来低语着。 糟糕了,出了一件大事。 毛主席少了一张选票,周恩来面对些计票人员。 目光坚定而严肃地说道,不要惊慌,我们要冷静对待,是查错了还是谁没投票。 现场,工作人员焦急地喊道,请问还有谁没有投票? 寂静无声,没有人回应。 紧接着,几位工作人员匆匆赶来,开始重新清点投票数量。 他们仔细核对每一张选票细心地计算,无论他们怎么数,结果始终差一票。 这一情景让人不禁陷入沉思,或许那些未投票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而离奇,或者故意隐藏自己的投票意向。 而这一票的丢失,或许将会对整个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周总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,便如实告诉了毛主席,他听后笑了笑。 我理解,议员们有选我毛泽东当领袖的权利,也有不选我的权利。 我认为,多一张或少一张都无关紧要,我们就根据投票的多少来决定最终的结果。 毛主席的谦和态度和平和言辞,进一步彰显了他作为一位杰出领导者的品质。 他并没有试图影响选举结果,而是坦然接受代表们的选择,无论那个结果是什么。 这种信任和尊重是一位真正民主领导者所具备的重要特质。 经过工作人员的调查和相关人员的透露,找出了未投票的人张东孙。 1904年,年轻且才华横溢的张东孙踏上了留学的征程,他选择了日本作为他追求知识和智慧的殿堂。 在异国他乡,张东孙投身于哲学研究的海洋中,希望能够发现中国思想的独特路径。 无论白昼黑夜,张东孙孜孜孜不倦地探索着,深入钻研每一个哲学的角落。 他沉浸在思想的海洋中,探求着一个复杂而深邃的哲学世界。 每一个问题都是他的挑战,每一段思考都让他更接近中国思想的真谛。 张东孙在辛亥革命之前,就以学成回国1912年临时政权的建立,为张东孙提供了一次崭新的机遇。 他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,因此,他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的足迹,到广州担任内政部部长一职。 后来张东孙觉得并不适合自己,于是便离开了,这位勇于与时代对抗的人,他的个人奋斗并没有影响他对党的忠诚。 在一个人的抉择与挣扎之间,他选择了与党共同前行的道路。 他深刻了解党在乱世之中所面临的困境,但他对党的信仰和使命感超越了个人的苦闷和困顿。 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党的事业,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理想的执着与坚定。 在解放北平的关键阶段,张东孙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与毅力。 他带领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几次针锋相对的激烈战斗,最终取得了胜利。 他的个人英勇、行动与无私奉献,成为部队士兵们的楷模,他时刻以身作则,激发战士们的斗志与勇气。 毛主席的赞誉充分肯定了张东孙的贡献,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毛主席对于张东孙的胜利心存敬佩,并坚信他的功绩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尊重。 毛主席的话语更是让张东孙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。 解放战争的胜利,使张东孙的声望进一步提高,他参加了全国民主联盟,并成了全国民主联盟的重要成员。 张东孙觉得全国民主联盟的思想和他非常吻合,但是他哪个都不支持,始终保持中立。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,张东孙还在为毛主席拒绝他的中间路线而耿耿于怀,所以他并没有将选票投给毛主席。 张东孙后来还将我国的一些重要情报出卖到其他国家,这和卖国贼有什么区别? 过去的一切如梦幻泡影般破灭,张东孙无法逃避责任和惩罚。 他的错误不仅仅是对家人、朋友和同事的背叛,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。 法律的正义将会被彰显,公安部门将坚决依法办案,对他以叛国罪追究刑责。 曾经的荣耀与信任在一瞬间消失殆尽,留下的却是羞愧和悔恨,张东孙的错误将会给他的人生带来沉重的代价。 在张东孙陷入最无助、面临生命危险的黑暗时刻,毛主席选择了从宽处理张东孙。 他深知,在张东孙内外困境之中,存在着更加深刻的背景和原因。 因此,毛主席不仅给予了张东孙生命的延续,更重要的是给予了他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 主席对于他的宽大处理和对于少了他的一票处理结果,都让我们感受到毛主席是在用宽容和关爱去构建更美好的世界。 对此,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爱你毛。